是梵高在昂尔的露天咖啡里面的场景 那么我想同学们现在请戴上头盔 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 在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 梵高这个时代 昂尔的露天咖啡馆是什么样子 梵高和高根 在昂尔的咖啡馆一起生活了62天 画了190幅剧作 齐齐多多都是世界民作 那么它是个高产的 在这段时间是高产的 那么在这个咖啡馆里面 我们看到了几十幅梵高的民作 其实各个角度 现在也都看到这都是梵高的一些民作 这是梵高的做法下 这是同学们在探索 阿尔的业界的咖啡馆 他们所看到的当时的咖啡馆的场景 那么在这个探索中 我们要求的学生要寻找 咖啡馆这个梵高的自画像 要寻找到相思葵 梵高的最著名的画作 相思葵 那么我们还希望 同学们探索到梵高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 那么这部相思葵 就是它在这个地方创作的 总共有十一幅 现在在梵高总统馆 剩下最有一幅 它的原作 那么它喜欢用这个黄色来表达它的一个很欢快的心情 它下去的时候是很欢快的一个心情 那么这也是梵高的另外一幅 非常著名的星夜 那么大家看到了 它用黄色非常夸张地表达了 这个星夜的这个夜空 这种新星带来的光环啊等等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再请同学们带上合规进入虚拟事件 看一下当时 梵高是怎样看到了星空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把这个星空给它夸大成这样的一种 后印象牌的这样的一种作画 而且是带着这样的一个黄色的这样一个概念 本产品将梵高的画面平面 你要看出去 因为呢 它是在窗户的外表 你才能看到星空 进入到梵高的花束 星空上面的那个 花的这个昏黄的灯光 这是梵高 在重复它当时的成立 这是它看到了 灯光里面 翻出了这种光圈 和它的这个星空 这是它的自画像 这是梵高著名的这个自画像 那么梵高和高根 整个在这个地方大概62天 他们两个人最后呢 因为性格的不同 因为对画的颜色的解释的不同 因为对整个的这种艺术家 这种追求的诉求不同 他们两个以高根 把梵高的耳朵割下一只 惨戴结局 那么这是梵高画的两部作品 著名的作品 高根的影子和梵高的影子 这个影子你已经看到了 是非常的悲惨 这个体现了它这个时候的心情 那么同学们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一看 梵高他当时在阿尔的咖啡馆里面的生活环境 是怎样的 这是梵高他自己的画作 他自己的这个卧室情势 然后呢 我们从窗户里面看出去 以后呢 这时候梵高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幅画 梵高他自己喜欢的最美好的一幅画 同样以黄色为伎俩 以法则南部农村 在金色的收购期间 看他的画作为一春 为伎俩 这样一个美丽的画 他的墙上有他的字画下 那么每一幅画 是可以拿起来 并且可以在线共和 但是我们原作也可以拿来拍板 舒适笔也可以拿来拍板 那么今天这几课关于后遗相台 可以在里面摇一摇 以梵高为太远的 会想办法下这句课就讲是什么 我们下一章讲这个大概为他提前的 早了三百年以前的春宏 我们春宏的诗画诗乎和我们春宏的废话 我们这一讲也完成了 我想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一些四分钟的一个美术西藏课 也许在虚拟现实世界里面一章是这样来讲的 当然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如果说我们再讲汽车修理 我们也讲引擎 我们这个引擎部件是成长的 等等等等 那么为了教育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平平台 支持第三方把它的课件内容上传上来 然后同时我们部署到中国的大学和大专 大专一校里面去 包括今后的K12的学校里面去应用 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的教室 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来上这个课 来上这个课的一个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为现在已经在几十个学校里面进行了部署 那么在整个的虚拟现实的环境下面 我们出现了四种创新的VR的教学模式 那么第一种就是我们的老师第一思想 也就是说老师戴上的头盔 然后在屏幕上把老师进行的探索 展示给学生 讲座给学生 第二种就是学生第一思想 那么就是刚才我刚才讲到的 同学们去探索 那么学生在那儿的同归去探索 那么第三种是老师第三思想 老师第三思想我马上会用一个视频来放给大家看 也就是说我们要帮老师在虚拟现实里面的动作 要把它放到虚拟现实里面去 第四就是学生第一思想 学生要进行移动 要进行视讯 他要动作 那么这个地方就给大家解释了 第一思想和第三思想的关系 这是老师第一思想 他在做手术 这是老师第三思想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老师在虚拟现实里面怎么做手术 因为他的动作 他的这种步骤等等 那么这是第一思想 这是第三思想 这就是给大家介绍了 第一思想第三思想的关系 那么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那么这个第二个主题我要关心的是视讯 那么视讯应该怎么做呢 大家可能会想好奇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认为在虚拟现实空间里面 大家的同学们一个视讯环境 要发现这样一个实际环境 那么这个实际环境应该是多样化 像这个前面一种实际环境 这样一个实际环境是多样化 我们现在有批准 实际环境的一种设理 那么我们现在和第三方 这个动用提供商一起 我们联合开放了若干的 我们认为是杀手提的应用 比如说这一款叫喷漆 我们看到了喷漆完了以后 我们能分析很多的数据 因为它需要在训练一个喷漆工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要素 那个喷嘴离表面的距离要横距 要垂直于表面 要横速移动 租入像这样的一些要素 那么我们在玩以后 我们能跟着时间轴 我们能够看出来 到底这个学生 他训练的怎么样 最后打一个分 那么右下头呢 实际上就点了一个热力图 喷的这个气 是不是均匀 昨天晚上 刚才汤文益师还在讲 关于公司的喷漆工 是拿一个旧飞机 在那儿训 真的飞机上去训练 不需要这个训练 就用这个系统 B2系统就可以训练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是左边是个喷漆箱 右边是个电焊墙 它是真实的一个 喷漆箱和电焊墙 它的重心 形状重点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在对汽车的一个门 进行喷漆 那么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在虚拟事件里面 这是喷漆 你看它的右边停航了以后 我们的流梯动力学 也建立起来了 它会往下流 那么你看它的右边和下面 停的时间太长了 简直又很多了 这个就不用说了 那么喷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在右下的流润里头 右边和下面都是红的 那就是喷着太波了 喷着不均匀 那么刚才讲到的 左边这几个参数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看一看 其他的几个 这是电焊 电焊是一个 非常高气的一个工种 知道吗 那么我们可以实时地告诉 你的电焊的角度对不对 你的电焊的速度对不对 等等等等 那么这是汽车 汽车修理 我们可以像汽车修理厂一样 到汽车里面 你看一看它的 看看它的过程 看看这个引擎 看看它的固件 我们现在大概把 起一款引擎 针齿的引擎 把它拆开了 然后呢 学生可以拆开来 把它再组装回去 在这个 虚拟现实空间里面 那么 这些工作 在虚拟现实之前 可能已经不可能了 比如说电焊 没有人愿意再 因为这是超超压的 这个会出现生命危险的 现在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最害怕 就是要承担执任 所以说就没有人 再敢去做这个事情了 喷漆也不可能做了 因为喷漆第一 漆固化是有毒的 第二 这个很多人 同时在固化的时候 可能会到礼貌里 第三 漆很贵 第四 被偏的东西也很贵 第五 刚才说要摸一份机 那很贵 对吧 第五 因为要去喷漆的话 要剩余的时间 要在很不方便的时间 大家像上课一样的意思 我这个可以在家里做 可以在日落的时候做 第六 这个需要一个老师 只能可能带三个五个学生 然后那个老师在带学生 他也没有办法告诉学生 你到底是哪个地方摸错 没法给你热笔图 没法跟你说 你的角度不对呀 或者等等 那么我们对这个 焊接和传统方案 和虚拟现实方案 做了个比较 那么不管是从安全性 方便性 初始投入成本 那个消耗性运营成本 维护虚拟运营成本 场地的要求 所需的老师 评判的标准 光注思导 培养的效果 大概还有一些其他的重量 虚拟现实 血皮化案 都打败了传统这些法案 这是一场冲命 当所有的这些matrix 我们在虚拟现实空间里面 都打败了传统方案的时候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革命 没有其他选择了 所以说我们认为 目前我们已经有大概将近十块 这种叫做杀手提议 然后我们在每个月 在一款新的上述体运营的速度 再增加 所以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这个教育培训的上述体运营 那么在大学里面 老师很在乎科研 那么毫无疑问 维护教育 在这个HTC 我们一起 向我们老师们提供了很多的 enabling infrastructure 这种科研的实验室 来帮助老师 比如说这个是个全体建模 我们可以帮助学校做全体建模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谷歌20DR一样 那么还需要建模 谷歌20DR在中国大陆是新的 是没有的 因为没有这个所有的建模数据 很遗憾 那比如说这个近三建模实验室 等等等等 那么人才是最齐学的 那么维护教育同时建筑了人才 这是我们和unreal 这个epic game的 这个创始人 Tim Swinney 上面那个第二个 左边第二个 还有那个unline 我们一起探讨了 启动这个在中国 大面积的深度的启动 unreal的这个建模 这个公司 这方面的培训 更重大的是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 VI教育和虚拟现实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航空大学宣布 做虚拟现实教育的 用新机制举办 虚拟现实专业 明年我们将大规模举办 我们明年预期会超过1000个研究生进入这个专业 所以说会帮助我们的内容产业 人才的短缺 解决我们人才的短缺 内容专业 能够启动 这个已经 刚刚发布 上个星期 我刚刚发布了这个专业了 那么 VI教育 同时还做了 开始在做 刚才你讲的 在做工程师的培训 就是做这种建模工程师啊 还有这个美术工程师啊 这方面的培训了 那么我们也和广西外国学院 非爱虚拟现实学院 和大连艺术学院 非爱虚拟现实学院 建立了两种 专门的虚拟现实学院 而且还在持续的建设之中 也就是从本科生和研究生 我们在大面积的 在中国培养 这个我们的这个工程师 来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 和来解决我们的这个内容 经过这个内容短缺的问题 所以说把中国建成一个 人才丰富 内容丰富 真正的做出这样的一个 就是超越啊 就是在全世界 这个地位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 这个 这个 VR以致教育先行 VR教育的解决方案 也得到我们 领导的特别的关系 当时总理来 网友总理来 说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方案 说这个五分钟的一个视察 就把它发了四五分钟 详细的来体验了 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 而且认为 虚拟现实 就如同我们以前讲到的 互联网一样 是最好的 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 帮扶 落户地区 追赶 这个我们叫做发达地区 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我也非常高兴地给大家宣布 就是说 我们的HTC 还有这个维生集团 还有我们一起 在贵州做的一个 贵州送法职业学院 一个扶贫的一个职业学院 将在今年六月份 全面的部署 应该说我们看得到的 世界上看得到的 最先进的 区域现实的教育解决方案 欢迎大家 套持了六月份 历龄贵阳 我们离贵阳的一个小时 谢谢大家